美术科加体能到极限了 又是费南多 这是他最擅长的局面 走外线 还在汤 右脚打门吗 扣了一下 点球了吗 没给 这个球万涛的位置非常好 在这一瞬间 进攻队员和防守队员都停住了 但是万涛没表示 比赛还在继续 谢文能 先踢球啊 这个就有点没经验了吗 你这个球你要很好 这是进攻的机会 哪怕有犯规 待会不会让你会介入的呀 转出来好球 看美术科加的反击 王伟 财品员享受了 VR在介入了 直接去看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法 在这么快的时间 就马上去看VR的话 应该是视频主义裁判 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提醒 要不然他会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这样的话就是 视频主义裁判意见很统一 你来看 看啊 这个球 啊 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了 陈哲超的右脚 踢到了费南多的左脚 没问题 点球啊 这个很清晰了 费南多这一下扣真是 我都以为他要射门了 说实话 杜家里球 陈哲超也知道这是个点球了 俩人都都没想去抢这球 回头先看了一眼裁判 发现没吹哨 然后接着踢啊 陈哲超 今天也算是回家呀 上一回在主场 绝杀泰山之后 不能说绝杀吧 打进至胜的世界波球之后呢 泰山的球迷还是对陈哲超 表示了祝贺啊 毕竟自家足校出来的孩子 陈哲超离开呢 也是没办法 在这个队你拿不到太多的出场时间啊 看看这个点球 帕托助跑 右脚的大门 成越了给帕队队方向 但是没法把球扑出来 无比 帕托收获 加盟泰山之后的第一个进球 他之前有两次机会 没把握住 这个点球终于把握住了 现在整支山东泰山 都在奔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向上发展 大家有都清楚 这个点球出现 肯定就是给帕托了嘛 让新元 让风险队员 收获来到之后的第一个进球 可能这个球来得越早 你的整个泰山生涯都会变得更加的顺利 成越的这球扑对了方向 但是没扑出来 现在给成越的